这个郭先生的爆料 就是共产党就是收拾器治国 不是自己的生命 党是没有人性的 人性与党性的原则 或者是伟大的主义 与什么比啊 都是什么都不是 是吧 人性与党的原则 伟大的主义比呢 真的什么都不是 自从郭先生开启了爆料革命 灭共的历史以后 人们才开始认识到 共产党是邪弱的 是毁灭人性的 它是毁灭中华文化的根子 这也是还是我刚才说的 这是我们为什么 我们站在一起的原因 所以这个深沉的这个南中音 它的这个声音 可以引导着我们去想 很多很多 我们苦难的中华民族 到底怎么了 这个话题太沉重了 一下子从刚才的轻松 一下子转到那么的沉重 但是我们新中国人帮人 我们一定要思考 为什么我们再不能做猪 做处女